辛苦赚了400万 被父亲拿去包养小三了 看到这样的标题 别说发生在祖国圈了 就算平时大多数也会点进去看看 这个被亲生父亲坑惨的憨憨到底是谁 没错 他就是虎牙小有名气的主播季燃 当此事被暴露后 粉丝们立刻开始心疼起来 除了这孩子太不容易外 小三变前真的是可恶至极 而父亲帮不上自己也就算了 居然还在季燃巅峰四起 狠狠的打压了一波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 这是他亲生的父亲吗 属实是说不过去的 最值得西人的父亲 竟然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于季燃来说 世间还哪有可靠的人了 但偏偏不巧 季燃与女友又出现了问题 起初季燃用他的账号冲刺百段野王 来增加自己低沉已久的热度 都知道季燃野王的实力 低段技能一带四 高段级可一打四 操作手法 部署北木含含等技术主播 当年过父亲之间过后 季燃本想调整状态好好直播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正常他将账号冲到92段的一局时 账号竟然被人无缘无故顶下 同时改了密码 季燃即便神出也没用 毕竟该账号是前女友的身份信息 最后导致季燃在直播间直接破防大谷 原来在这期间 季燃已经与女友分手 这部操作竟是前女友将季燃 正打的92段账号给卖掉了 可以说季燃前功尽弃 经过家人和女友的一次的割韭菜 或者谁都会破防呢 可奇妙的是 隔天季燃进直播开始了道歉 季燃是自己的不对 粉丝们纷纷表示 是不是被威胁了 但不管怎样 季燃的直播事业不能被毁掉 有些时候该低头时还真不能硬告 对此小伙伴们想说什么呢